哈囉 謝謝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來看 這個印度神話 至於瑜伽體會法的練習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 就是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很有興趣 那這東西其實是可以深化你瑜伽練習的部分 尤其是瑜伽體會法練習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 就是印度神話故事在生活上也有一些啟發 所以我還蠻希望 就是我蠻常在課堂上 就是我自己的瑜伽課堂上 跟同學分享這些印度神話故事 然後就是當你們在練習瑜伽體會法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神話故事的精神 還有當時你在做這個體適的時候 那當時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可以讓你就是更將這樣子的場景啊 能量啊情緒啊融入在這個體適裡面 然後也比較容易就是更可以把體適發揮得更好 然後更可以深化你的練習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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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